電腦王阿達 哈囉我知道大家現在應該是在找電腦王阿達在哪裡啊 我是電腦王阿達的編輯Ross 也就是他的員工 所以我會常常幫他拍一些開箱影片 大家就不要覺得太奇怪啦 關於正傳我們今天來開箱的是 這一次春季發表會在台灣呢 唯一一個同步上市的一個產品就是 iPhone 12 mini跟12的紫色版本 這是這次iPhone 12 mini的盒裝 其實看到這次的桌面有一個特製的紫色的桌布 那從側面其實看的最清楚 側面的話它是一個紫色的iPhone Logo 然後呢 這裡是最明顯的就是 蘋果的Logo直接變成了淡紫色的顏色 非常的漂亮 它帶一點金屬的光澤 就跟iPhone中框的那個紫感是有點類似的 那另外一面呢也是iPhone OK 然後我們這次入手的是iPhone 12 mini 那我們來開箱看一下 這一次的iPhone 12 mini跟iPhone 12的紫色版本 它的顏色其實是跟之前iPhone 11比較的話呢 iPhone 11的版本是再比它更淡一點 就是有點接近比較偏白色的感覺 那這次是稍微再更飽和一點 那我們可以看機身的感覺 它質感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iPhone的經典的質感 中框現在就是直角的一個質感 那正面的話是一個一整片的一片的一個膠膜 然後撕開 我們已經先開機配對了 所以螢幕就是一個紫色的桌布了 然後它有支援Face ID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手機本身的一個設計 可以看到電源扭這一邊非常的漂亮 質感就是一個金屬的一個紫色的中框很美 然後上面的話也是一個平整的一個中框 然後底部的話可以看到有Lightning的接頭呢 跟它的揚聲器的一些麥克風的一些開孔 然後這一面的話呢就是音量扭 然後這次的卡槽我覺得非常漂亮 可以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跟中框一樣的顏色 也是紫色的 我覺得這個這種細節呢應該是 像現在母親節的話 大家應該會可以驚豔自己的母親啦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蠻適合在這 就是蠻應景的就是可以在 母親節的時候就是送一個紫色的 iPhone給媽媽也是不錯的 手機的貝殼呢就是一個非常漂亮 就是一種比較淡紫色的顏色的感覺 那我們這次iPhone春季發表會呢 其實也有新的配件的顏色啊 手機殼的部分我們入手的是矽膠殼 就是開心果綠色 哈密瓜黃色 他們說是黃色啦 可是我覺得是偏橘色的一個版本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跟這一次的紫色 非常匹配的一個紫色的矽膠殼 那我們來裝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iPhone 12矽膠的 矽膠保護殼就是一個更深的紫色 那可以看到 裝上去是MagSafe的保護殼呢 就會有一個特效 那稍微看一下質感 那質感是相當的柔軟 可以看到這個顏色就是深淺就差蠻多了 會突然會覺得說 iPhone 12 mini的紫色突然變得 非常的像藍色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淺的感覺 其他的顏色呢 我們可以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適合春季的一個 產品的顏色啊 如果你想要換一個心情的話 其實也可以趁著這一次 讓你的iPhone 12 mini 也可以變成紫色的版本 再來我們來介紹一個是 這一次同時也是新色的 雅力桑那中的皮革卡套 有點繞口啊 皮革卡套 就是MagSafe 支援MagSafe的一個 Wallet 就是其實是卡套啦 美國人喜歡用卡套呢 然後來當錢包使用 那這個顏色呢 是在目前的版本裡面算是一個 很有質感的一個顏色喔 目前的顏色我記得是有黑色黃色 還有藍色這些顏色 那這次新的是雅力桑那中 然後它中色是裡面是 我覺得是有點像跑車的那種皮革質感 就是有點偏紅色的感覺 我覺得是也蠻漂亮的一個顏色喔 然後它這就是一個卡套嘛 需要注意的是 雖然可以裝三張卡 你如果裝悠遊卡的話 是沒辦法直接這樣子 直接感應那個悠遊卡機的 你是必須要把卡退出來 然後再做感應的 因為是MagSafe相容的一個配件嘛 所以它也可以直接吸在 iPhone的背面 然後它也是會有一個 支援的一個畫面出現 你就可以直接拿在手上 就是固定在iPhone上面來使用 然後手感是非常的好 特別是裝在這個mini上面 這剛好是符合這個邊框的尺寸 那你要拿卡片的話 就是把它拉開來 推開卡片來使用 那最後一個我們要介紹這一次的 新的顏色的是 Apple Watch Solo Loop的錶帶 那這一個的話是新的叫做 電光橙色的編織單圈錶帶 那看起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跟 Series 6 的紅色是有一點點差別的顏色 不過搭配起來是蠻好看的 然後顏色很亮 是這一次春季發表會呢 也是默默發表了一個新的顏色啦 那它就是這種 鬆緊的材質 我覺得它還蠻漂亮的 而且它是一個很厲害的 可以用矽膠編織的一個質感 我覺得用起來的感覺是非常的舒適 不會像那種純矽膠那種版本的 可能會比較悶熱的感覺 以上就是這一次春季發表會 在台灣首播上市的 一些新的產品跟顏色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電腦娃達頻道喔 掰掰